其實現在的阿慶可以說已經跟菲爾月團 FIR沒有關係了嗎 因為是這樣子 我其實就是 我出道是2003嘛 就千雲跟華妍 華納十年到2013 然後跟華妍就千十年 就2013到2023 12月31 所以我其實就很簡單 我的合約就是到了 所以這邊也跟大家講 其實因為藝人跟公司其實很單純 當然可能粉絲會覺得說 哎呀我希望你們在一起啊 小虎隊在一起啊 可是這個不是說 我們要不要在一起 他的廠牌跟IP 所有歌 我實話說 大家都是唱片公司 那我合約到了 我覺得我也20年了 那今年我就等於是 你可以說單飛 但是粉絲就是不會這樣講啊 粉絲就會說 菲爾月團 菲爾月團先走了 然後現在慶兒又走了 只剩樂團 我們兩個都被踢出 就是很奇怪 就是其實就是 我就覺得很奇怪 維基百科現在就只有曾經的老師 跟另外一位 因為你知道 所以我今天就很生氣 我說我今天一定要走 idol不要走樂團跟實力派 因為idol離開就是畢業 為什麼實力派就被提出 為什麼我們被提出 你不覺得很怪嗎 因為KB48就離開 我們就畢業了 林鄉離開就畢業了 我們就被提出 所以用畢業兩個字說比較好 你不覺得比較好聽嗎 踢出感覺好像我就是 就是那種有沒有 踢出菲爾 踢出慶子 然後再踢出 但是好像建林老師還是蠻希望能夠繼續跟你合作 沒有 因為建林老師當然也是算我的恩師 第一首歌 從那個疑似的美好 到這個也是他的公司裡面 然後他幫我去做銷售啊 我才有這個機會 所以 於情於理 我就覺得感恩 就像我今天演唱一首題 為什麼要記得 我覺得 來來去去的過程 欺欺服 你說會不會有 一定會有嘛 你新年合約 會不會有一點這個 比較辛苦一點 一定的啊 你剛剛出社會 你剛做記者的薪水 你覺得我那麼努力 那薪水了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那都是過程啊 我那時候 你看到現在20年後 累積的那時候的辛苦 現在不覺得辛苦 每一首歌唱出來 大家都心裡有一點點的這個 回憶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都是為了自己在累積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沒有什麼 這樣子 對 那你目前到現在 收最多版稅的歌手 欸我剛剛也很好奇這一集 其實 我大概賣過 這20年大概 五六百 大概有六百首辭曲 有些是辭曲 有些是辭曲一起 真正最多的大概 就是百分之那個 十個percent 就是他的版稅是這樣子的 就是百分十的 可能就是二三四首歌 怎麼越野啊 彎儀式的美好啊 最近最多的是 我很好騙 我很好騙真的很猛 因為那個 就是 但是我的版稅 全部交給老婆 所以你看我老婆 就最近就笑開 笑得很開心 沒有啦 要謝謝動力火車 而且要謝謝施仁辰老師 因為他那首歌 當然是我寫的曲 沒錯 我覺得一首歌的 陳全 這動力火車唱太小聽了 然後 深程老師那個詞 嚇得也 打到那個很多 這個失戀男語的心啊 對 但是那首歌 我覺得算 這幾年算蠻成功的 但是 現在有在巡演的 其實都會幫你增加進帳 酒令啊 桑曉涵 這兩個都還在幫你進帳 對啊 所以像 酒令的什麼妥協啊 那 桑曉涵儀式的美好 那個版稅 其實都還蠻厲害的 對 阿慶老師 請問你一年的版稅 對那一千萬吧 一千萬應該是一定有啦 喔 對 沒有啦 可是你要想我二十年啦 真的要寫歌要寫歌 我累積二十年了 就是 哇 沒有啦 你看 我實話說 但是我這邊不是說 我要炫富什麼 就是說 如果一個很熱愛創作的 這個新人 你累積二十年 如果我跟你說 我現在才賣那麼多歌 才一年一百萬 誰敢寫歌啊 就連我都一百萬 那可能 其他人可能就五萬兩萬 那那怎麼活呢 所以我覺得 我的收入是正常 你說周杰倫 那弄完那個可能就是 十幾倍二十倍 但我滿足了 我滿足了 也不要太多錢 這樣危險 所以老師也算是躺著 不用賺就 躺著 被動收入 沒有 被動收入 被動收入 沒錯 但是也是要謝謝這些歌手 持續在活躍著 但是我去年買房子 對 那房子也噴不少錢 所以還是要努力 還是要努力 繼續努力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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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